哇哈哈哈哈 哇塞 这个清晰 这个真实度 也有点高啊 朋友们 虽然我知道这个不是真的 和真的确实也有一些距离 但是它真的很好啊 毕竟我没有保时捷啊 我也不能 我不再彻底 有没有底盘 你看它为什么要把这轴承都做出来 是吧 这所有的轴承 它就知道有人会这样玩的 你知道吗 哎呀你 除了这个毛毡的这个垫子 跟我这个车不一样 然后这个线是红色的之外 跟我那个车一模一样 哎呀 笑死我了 哎呀 这都一步 我那个这儿比它这个多几个按钮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佩戴啊 首先按住这个大圆按钮 把这个眼镜往下拉开 然后按住后面的按钮 拉开 嘖 靠在头上 戴上之后 转几下 哎 然后再把这个往里一推 和你的眼镜尽可能的贴合 你的眼镜最好是戴好啊 我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人戴眼镜啊 戴眼镜的打个二 不戴眼镜的打个零 个戴眼镜没办法 这边有一个旋钮 可以调节镜片和你眼睛的远近距离 这个镜片就是显示画面的镜片啊 戴好之后还是非常稳的 你就可以从 戴上这手环啊 哎呦 这一下我就进入了游戏的世界 按住option键 视角复位 你们可能看不到 哎 设定游玩空间 哦 我这家里比较乱啊 一会你们不要笑好吧 我就坐姿游玩就行了 我靠 这VR直播 一点隐私都没有 哎 这个有意思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看着啊 看着啊 明白吧 追踪红色啊 我感觉我在玩泰坦天剑2 在追踪这白的 不要动头 如果你不动过去 就调整失败了 OK 完成 在这个模式下 它就是一个剧院效果 1080p 相对来说 可能确实是分辨率会低一点 但是你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就不清楚 看起来应该还可以 这边有一个VR展厅 哇 哈哈 我去 我感觉这次比我刚刚玩的时候 我整个设备调的清晰度高一点了 清楚多了 因为我估计是动了这边一个镜片的距离 这个四维空间 我们穿过这个四维空间碎片 看看能不能直接到 我要进车 哎 按三角去进了 都大家玩的 哇 呵呵 Press 我靠 这个质感真的是不错 它这个清晰度和建模 本身确实是比PS45 你直接玩的时候 尤其是远景 你直接玩的时候 在电视上玩 肯定是比这个建模要好一点的 但是刚刚说了 它因为帧数要比较高 而且 反正它会比PS45 稍微 咬一下车窗好不好 我想用嘴雕一下 失败了 这个距离 差不多 只不过我现在没有身子 这是光追的 这是光追吗 我要进咖啡厅喝杯咖啡 为什么我蹲着呢 我能不能站起来啊 哦 左摇杆是左下 到这到头了 哎 我看会这就挺好吧 都需要开车了 天下 GT赛车的这个茶馆 你如果开这个车开出去 开一段时间再回来 它这个轮胎上面 就会有这个泥 一会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哇塞 这个清晰 这个真实度 也有点高啊 朋友们 虽然我知道这个不是真的 和真的确实也有一些距离 但是它真的很好啊 毕竟我没有保时捷啊 我也不能 我不再彻底 有没有底盘 你看它为什么要把这轴承都做出来 是吧 这所有的轴承 它就知道有人会这样玩的 你知道吗 它就知道有人 到时候VR出了 它不8K建模 它在车 它就 这车灯清晰度也有点高啊 朋友们 这螺丝钉啊 这ES2516 Chris ES3C 43299 我去 这你还用花钱买保时捷 4000块钱就够了 25-6 好 半个车啊 好玩 风景视频 哦 那就是这个游戏是只有BR模式和开车模式是真正的BR 其他的都是剧院 这个1080P的分辨率和HDR 那个 这次我调完之后的观感还行 清楚 还算能玩 就和一个普通的显示器差不多 我记得那个应该是能调剧院模式中的这个画面的距离 这儿 诶 屏幕大小 哦 哇哦 MX了朋友们 我操 哎 是不是他们说这个观感不好的是因为没有没有把这弄大一点啊 这个虽然是1080P但是 也还可以啊 也还可以 哇 这尺寸牛逼啊至少 我靠好爽 他要是4K的这个 轻易动就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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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个车啊 你们要看什么啊 我也看不到你们说话 我只有高尔夫 我就开看个高尔夫吧 卧槽这眼球人有点太夸张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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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尔夫都这么细 但你看 有棱角 有棱角的 这不是纯圆的 哎 看到没有 哎 不过他这个车身的这个 我站过 有飞机 飞机飞过天空 我靠 哎呀你 除了这个毛毡的这个电子跟我这个车不一样 然后这个线是红色的之外 跟我那个车一模一样 哈哈哈 我那个虽然不是GT啊 就高尔夫R 但是我那个是R line 是高尔夫7 但是是用R的那个 哎呀 笑死我了 哎呀这都一 我那个这儿比他这个多几个按钮 因为他这个是Coupé的 他这双门的 所以他这 这都一样 你看这个 我那车是手动开大灯的 你看到没有 看这儿 他这得手动开 晚上得搬到那最右边 在这儿 是吧 这 哈哈哈哈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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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笑死我了 哎这个 把屏幕放大之后1080p的画面凑合看 也还行了 就跟个普通的投影差不多 他这个出了个新赛道 叫这个格兰维利 是随着这次更新出的 这儿都还是 这儿都还是 我是基本上 好 来了朋友们 开始开了 不要乱动 我少说两句话 一会我晕了 我晕了 你们可得对我负责 看看 看看这 弯道是啥样的 这个我第一次开 我们去拿 都手上 有这个 你根本就是这样 不停留在那儿 你 diablos 你怎么达你的 那儿 傅 你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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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晕了吗 晕了的请自行退出房间 12岁以下的不允许玩VR 别乱动 别动太多 稍微看看后视镜 而且有了眼球追踪 好像你眼球一动呢 它会更好地去渲染那边的画面 其他的有一个需要之类的话 还可以 都170了啊朋友们 换个赛道吧 这赛道风景一般 选个漂亮的 这次的呢 3358 5 4 5 5 2 5 2 5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感觉这个里面我离 我离方向盘有点近 能调吗 我感觉我离方向盘有点近 不能 固定好的 清晰度是可以 这个清晰度真的很高 sorry 这个许状就完蛋了 哎咱们咱们去旋转路马 看一下 左边的阳光给我搞的挺刺激 这个你不带VR 左边刚刚那个阳光晒进来的那个感觉 你体验不到的 再选最后一个赛档咱们就换游戏了 选个日本 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这个人的位置还是稍微有一点怪 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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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